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要在用人 用人永远是一个领袖和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一个执政的理念和一个本事 用人 当个川普现在我们先说的第一个用人 他这些用人当中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 保守派的朋友比较多 特别是第一个任命的他自己的特别顾问Benner先生 那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这个极有的保守派 但是社会反应并不太强烈 你们大家就说 他就这样 他一惯就如此 他一开始就直直张张撞了 他们俩理念非常契合 没什么好争议的 第二个 军人特别多 他这三个重要位置 国防部长 国土安全局长 国家安全顾问 全是军人 而且他的国防部长还有点麻烦呢 按道理说 你得离职 七年以后你才能任文职呢 他现在还要到参议院去专门给他开个后门 他才能做国防部长呢 但是应该他的任命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两党似乎都看好 起码共和党并不止反对意见 第三个特点 那就是用了一大堆的CEO 我们先从第三个问题请教你 当然川普是个CEO 兴兴相惜 难道是他任命CEO做他的主要的财经部长和官员的出发点吗 我也是在公司里面工作 对呀 我算是一个高级管理人员 我觉得美国的CEO不是那么好当的 对呀 特别说你这个CEO是一个conglomerate 是一个大的组合 是一个国际间的公司 事实上 我记得我的一个老板曾经跟我讲 你不要看我们西方石油 我们西方石油 无论是从用的人数 从我们的经费 可以跟一个小国家相比 我们事实上基本上是一个共和国 所以CEO做总统 这个中间的差别不是那么大 所以要用一个像Exxon这样子的公司 可以说是世界上资本最穷厚 用的人员最多 他的国际关系不比一个小国的外交关系差 甚至于还要更复杂 那么他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环境里面 去运营一个国际大的公司 不是简单的事情 所以用CEO来讲的话 我觉得CEO本身必须是一个降降制裁 CEO本人就是降降制裁 本人就是降降制裁 他一定要把各个不同的division 各个不同的subsidary都管好 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某些方面来讲 用CEO我觉得不是一个缺点 而且是一个优点 但是如果你说是把他说CEO是一个商人 是一个巨商 这个观念不完全对 如果你说是商人 一般人讲商人就是做买卖 买卖就是进出口 就是你买我们 那么这样子的关系 事实上是很简单的 但是他这个问题不在这方面 我觉得要比这个复杂的多 第一个你要把组织弄好 第二个你要讲究 这个你的公司的运营的效率 第三个你要了解整个国际的市场变化 所以这些方面 如果你都处理的面面俱到 你这个公司自然利润就来了 你如果任何一方面有一个很重大的缺失 你公司肯定要赔本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用CEO呢不错 但是呢要看你怎么用 我就注意到 譬如说你看他的这个CEO放在哪里 一个Welber Ross是他的商务部长 对 对不对 另外还有两个 也是跟这个converse 就是或者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有关的 一个叫做贸易代表 National Trade Council 不是National Trade Council 贸易代表 US Representative 这个呢这两个职务呢是过去都有的 都有的 这个National Trade Council 是他最特别成立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 这个新的成立 直接放在白宫里面 那换句话说 白宫对几件事情重要 重视的 一个是National Security 没错 对不对 第二个是National Committee of Economic Advisers 叫经济事务 对 按理讲经济事务 你要推广一点 就已经管到这个贸易 为什么要去成立一个叫做National Trade Council 这就是这个Trump的本色 他认为Trade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突出这个Trade 那么意思就是我对有商务部长 有贸易代表 我觉得还不够 我还得在我的这个鼻子下面 放一个Trade Council 他每天要跟我见面 每天要跟我报告进展 所以呢这个Navarro 就是做这个 Peter Navarro 那么他选了这个Trade Representative 叫做Light Gun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对 这个Wilber Ross 是一个Billionaire 他是一个专门收购 破产企业的 破产企业 所以他是Billionaire 那么他自己也是有钱的 另外两个并不是Billionaire 对不对 那这个Light Gun 他呢可能是个Billionaire 但是不称Billionaire 因为他是一个专业律师 他在这个Skaton律师事务所 很有名的一个专门管国际事务的事务所 做了30年的事务 而且呢他也是有经验的 他是里根总统的贸易副代表 对对对 所以呢你不要看Trump 那个直来直往 好像什么东西不经过大脑 他这些选人还是选的有点道理的 嗯 他为什么选Navaro 因为他认为贸易上最大的敌人 最不好对付的是中国和墨西瓜 死人是对这方面的专家 我们花点时间聊聊 待会儿聊一聊Navaro 所以呢在这方面来讲 他的搭配 有他的一定的用心 也换句话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 这三个人的任命 第一表示他 对这个美国将来国际贸易的重视 嗯 第二个表示他希望 希望国际的贸易不像过去那么差 美国的过去他认为是一直吃闷亏 觉得自己亏了 觉得亏了 他说把这个通过这些贸易 不管是这个Navaro 不管是World Trade WTO 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吃亏的 他觉得这个太不应该 不公平 我们是第一大国 怎么到处吃亏 没有吃到好的 不要那么吃亏 所以呢他说我要调整 那么他排出这个正式来讲 就是他有一定的人员任命的考虑 所以我要扭亏为盈 能不能扭亏为盈 难说 而且呢人家对Navaro也不看好 因为这个人就是嘴巴大 很凶 像个疯狗一样的乱咬 特别是对中国 对 咬得厉害 而且特别注意到 大家注意到呢 其实他在Donald Trump竞选当中呢 他在Fox News出现过几次 作为嘉宾经常在这个点评 这个一些经济政策 特别是在9月份 9月底的时候 他和我们现在刚刚任命的商务部长 这个Weber and Rose 两人共同写了一本 写了一个business proposal 给这个Donald Trump 所以他就说 他是在竞选大选还没有结束之前写的 所以二位都被Donald Trump 我们任命为了很重要的商业幕僚 这篇报告 我虽然没有全部读完 我读了前面一部分 没有全部读完 特别在贸易上 就是刚才您讲的 他认为 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 对美国来讲是不公平的 不仅仅是不平衡的问题 他认为是不公平的问题 会不会让我们感觉到 美国会在贸易上 对自己的主要贸易伙伴 不仅仅是中国 尤其是墨西哥 其实墨西哥以前 是比中国还要更主要的 美国的贸易伙伴 对 会不会强行 我的感觉 特朗普自己经常讲一句话 他说 这个开始要价 哦 是一回事 最后怎么成交 答着什么定我再说 所以我要价必须高 有道理 商人特点 对嘛 这商人特点 意思就是说 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也不是说我让了价一步步让 这里面他已经告诉你了 他是要让步的 但是让多少 那就看怎么谈 嗯 嗯 那么 这个墨西哥最近任命了一个 好像应该是墨西哥王 外交部长 原来他的财政部长 OK 他为什么任何他做这个外交部长呢 因为他深得 川普的贤 哦 哈哈哈哈 偷其手号 偷其手号 让他来做外交部长 现在咱们谈生意的时候 可能谈得好一点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 每个国家第一件事情 要注意自己的国家利益 那当然了 但是第二 我在任命的人员 我不能全部都是狂犬病的风格 对不对 到处就是放出去咬 这也不行 都要找一些人能够谈 能够坐下来谈 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 得到保障自己国家的利益 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 我觉得这个川普 他肯定 要跟中国和墨西哥谈 我们 在贸易上面 不要说我增加关税 增加关税不解决问题 那是哥主 你增加 没得增加你的嘛 你是地方进嘛 对不对 第二你这个老百姓也吃不消嘛 没错嘛 对不对 所以呢他增加关税 只是他的一个 一个谈判的筹码 或者说竞选口号 竞选口号 我要这样子做 那么你出个点子吧 目的在哪里 目的是说 我们内外太不平衡 我的进口过多 我的出口太少 你要多买点碗 中国来说 那你要多买波音的飞机 多买我的粮食 多买我的猪肉 看来买粮食是没有问题了 这些东西要做 这个呢对中国来讲也是可以说到 对 是可以才到 而且有时候还是必须你 嗯 所以在这方面 可能就是说 利用这个东西 来作为 你不加这个 45%的这个 这个砝码 所以 增加一点还是可以的 中国能承诺这个 刚才我们跟这个 陈先生特别来谈到 对 我们当了川普总统 任命了很多CEO 作为他的内阁成员 特别是对外的贸易经贸 甚至 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财政部长 包括他的商务部长 包括他的一些很多人 都都选用了CEO 呃 之所以请教陈先生呢 陈先生曾经也认知在 美国西方石油公司 作为副总裁 作为一个 executive的manager 管理者 其实他对这一层的理解 可能比你我 我更多的和不同的一个认知 还是回到我们当了川普总统的这个任命上来讲 现在有人说啊 我特别注意到美国算是比较偏共和党的媒体 Fox News 就公开讲 说Peter Navarro 他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缓和了 他不会 他预计 他进到白宫以后 他不会像他做学者的时候 什么都讲 他写过两本书 一本叫做Death by China 另外一本叫做Crunching Tiger 大概都是认为中美贸易不公平吧 都觉得应该怎么美国修正这东西 在Fox News在谈到他的时候 他也提到一点 他说 特朗普任命很多CEO做 他说CEO还有一个特点 他们的执行力很强 而且在企业里面没有那么多民主可言 企业里面董事会既然把权力给了CEO 他在董事会的授权下 他就完全可以独立的工作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当然特朗普也是这么想的 我是董事长 你们各位 无论作为哪个部门CEO 我把权力给你了 对 是个doable一个内阁呢 可不可以那么理解 我的看法是 Donald Trump是一个result oriented OK 就是我要讲究结果 就是我要讲究结果 我不问你高调上有多高 你拿成绩单来 也就是说换你在任上 一年两年我要做一次review review 你交得出亮丽的成绩单来 继续做下去 不行 走路 看来他是这个路子 这个路子是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路子 事实上不是一个坏事 你这个政府干什么 你官员做什么事情 总是要拿出成绩来 这叫效率 这叫效率 这叫做效果 对不对 有效有果 你没有果不行 没错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 他觉得这个政府 应该要有效率 要有成绩 要拿得出成绩单 好的成绩单来 我继续用 不好行走 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错误 至于说 这里面 比较不好拿成绩单的是什么 主要还是一些 所谓的national interest 不是贸易 这块那么容易 你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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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跟这个 我国的关系怎么样 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 你们中间是紧张 还是不和 还是针锋相对 还是在某些地区 去互相扯平 那这些问题我觉得呢 就很难这样子去衡量了 那么这个 就跟他用的人员 是什么一个格局 说到用人了 可是最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掌舵的人 他居然用了Exxon的CEO 其实这个人到现在 我看民主党已经表明了 说是我们要在参议院要背革他 对 他为什么要用他 或者说他真的认为说 像民主党所说的 因为他欺额 因为川普要搞美额缓解 真的是这个吗 还是说用他的一个 作为一个国际大公司CEO的一个专才 来处理国际事务 他到底的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两方面的 这个考虑都有 第一就是说Exxon这样子的公司 他跟国际间这些国家的关系 不下于一个普通的国家 那是 什么国家他都有这个operation 什么国家他有投资 他跟主要国家都有合作 都有合作 所以你说他没有国际经验 他没有国际外交的经验 但是他有很多很多的国际经验 国际的金融经验 而这个对国际金融经验 一个最最主要的就是 对各个住在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分析 的了解 这个了解 我觉得Exxon的这个CEO 不比你要讲的Borton 或者是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 州长 不比这些人差 远远超过他们 远远超过他们 这点毫无疑问 所以在这方面 第二点 你说他这个用 跟这个俄国关系很好 不错 他得到了普京 送给他这个石油勋章 那是不是他个人 是Exxon 是Exxon 没错 对 卖Exxon的面子 卖Exxon 你到俄国来投资 成百亿上千亿的投资 他是卖你这个面子 至于说 Teller是不是亲俄 我觉得 你去说是亲俄 还不是说他亲俄国的自然资源 或者说 对他的这个钱 这个钱力的发挥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我不觉得他是真正的说 我要牺牲美国的利益去请我 不可能 有没有这种可能 民众党朋友们也在说 说你看 你们Exxon 在俄罗斯有这么大的投资 可是由于过去一段时间 打压油价 使得俄罗斯的这个 这个产油生产 并没有赚到什么任何的profit 甚至还是让俄罗斯 还是有很大的吃亏 你的 也让同样 也让你Exxon公司的投资 也打了水平 你会不会在 我们不说出卖美国利益吧 起码你会在允许情况下 你会放宽对俄罗斯的一些 那我就要问 美国希望世界的油价上涨还是下跌 你要问这个问题 美国现在希望上涨了 油价上涨 或者油价下跌 哪一个对美国有利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 你要问这个问题 然后你要取得一个答案 我个人偏向于美国认为 油价偏低 对美国并不是有利的 油价维持一个一定的水平 对美国的能源 特别是传统性的能源 是有利的 那么好了 Exxon去影响俄国 你譬如最近俄国跟OPEN 取得了一个战事性的协议 对他们减产的问题 我同意减产来维持油价 对 这个才是最近油价旺上升的 对 最重要的理由 因为欧派原来说 我们减产 俄罗斯不减产 我们还是没用 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分链 它现在取得一个合作的步骤 这个对油价的伪念 是有一定的好处 我相信Exxon肯定 给它出过这样的主意 有一种说法 有人说 因为美国的页岩油 开采这些厂商们 他们过去因为高油价 他们赚了很多钱 那个big profit 但是由于油价一段 甚至有点可以说 有点人为的打压 油价的下降 让美国国内的 这些页岩油的生产商们 关闭了很多 对 关闭了很多不算 不仅造成了失业 也让美国的这个所谓的 石油自给自足 也受到一些影响 是的 这是不是也是个因素 是一个因素 而且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因素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在那个 油价在100块左右的时候 大量开液燃油 没错 你看Nos Dakota Dakota Montana 包括什么Pennsylvania 通通一片这个繁荣气象 我们加州没开始 因为我们环保组织 掉到了50块以下了 通通奄奄一息 德州关了不少 对不对 而且在那个时候 就是油价在80到100块的时候 美国前途市井 说说我们美国已经 从入钞变成要出钞了 是 对不对 我们要放宽 对这个天然气的管制 允许他出去 为什么要出去 他自己用不完 用不完嘛 没错 对不对 现在有一个中国的有一个投资者 要跑到美国来 就是搞这个玻璃大王 他就是说 你知不知道美国的能源 比中国便宜多少 我们的天然气 这个100个 这个 100个營热单位是多少钱 他们是多少钱 美国的天然气 是中国天然气三分之一的价 哎呦 对不对 他说你人工便宜有多 有什么用 你总不会超过什么 对 财税又贵 你的能源也贵 我干嘛要在 死赖在中国生产 是 所以中国也面临到一些罪利的问题 那么美国肯定 不希望是一个低油价的情况 也就是说高油价 也就是说当然也许他任命 当然我相信当他创办任命 他作为国务卿 绝不是因为考虑一个单纯的油价 不价不价 而关键还是用他一个CEO的一个专长 他的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 这个我觉得是重要的 第二个 他认为用一个 我国认为是朋友的人 来做狗户器 比如用一个最恨我国的鹰派 对不对 上来就给你 情况上三八火 对不对 来烧 这个也好 因为从这一方面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些趋势 这个可以说 这个Trump 是一个对我国最和缓的 你拿奥巴马 他简直是敌对的一大堂 甚至变成Personal 对的 已经Personal 不像话了 怎么会这样子 七二小时滚出去 对不对 然后一出去就是三十五个 三十五个 这样子搞 怎么把人家的度假村也给关掉 哈哈哈哈 这有点 而且早不关 死不关 就在圣诞节的时候关 我就关给你看 那这个已经到了不太归属了 对所以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把这个美俄关系 特别是中美关系 以及中美俄这样一个三角关系 因为陈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理论 也是很多美国的学者们认为说 虽然冷战结束了 但是中美俄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依然存在 它会不会也许跟原来的中美苏不完全一样 但是毕竟这个三角关系对国际政治的走向 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Donald Trump美苏和解对Donald Trump对美国 是不是真的是有利 或者说对中国真的是不是有压力 其实我们现在做判断也许还有点早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未来中美俄这样一个三角关系的变化 特别是Donald Trump上台以后 对很多过去大家习以为常的 地缘政治美国的对外关系 都有可能做出调整 它的调整用很多美国政治人物的话来讲 Donald Trump的不确定性 才是未来对任何国家政策的最大的变数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陈丽佳先生 谢谢陈先生 也感谢我们观众和听众朋友收看收听 谢谢大家